1979年5月25日 6歲的Eyton Pace在美國紐約市曼克頓的SOHO街區失蹤 從此再沒有人見過他 多年以來 他是牛奶盒失蹤兒童運動的代表人物 曾經有成千上萬的失蹤兒童 被印刷在全美國的牛奶盒上面 但是時至今日 大部分失蹤兒童的命運仍然未知 在70年代 紐約市曼克頓SOHO區內大量工廠建築被控制 由於這裏低廉的租金和大量的空間 吸引了一班藝術家逐漸進入這個區域 而Eyton的爸爸Stanley Pace就是其中一個 他是一位專業的攝影師 而媽媽Julie Pace就經營著一間日託中心 他們共同養育了包括Eyton在內的三個小朋友 1979年5月25日早上 當時六歲的Eyton第一次要求媽媽 被他自己獨自步行到兩個街口以外的校車站等待校車 因為校車站距離不遠 而Eyton是一個好聽話的小朋友 所以媽媽就答應了他的要求 這次是他第一次獨自出門 朱莉木送他走到第一個路口就返回屋裏 這個時候Eyton距離校車站只有46公尺 校車在8點10分到達校車站 但是見不到Eyton 學校發現Eyton沒有上學 但是沒有立刻通知家長 下午3點15分 校車將放學的小朋友送回校車站 但是直至3點半 Eyton都還沒有回家 朱莉就開始擔心 他向鄰居詢問之後 才在鄰居女兒的口中得知Eyton今天沒有上學 朱莉立即報警和通知了丈夫Stanley 當晚警員進行了大規模的搜索 在區內安排了超過100名警員投入調查 但是當日深夜突然下了一場大雨 而警犬隊在第二天清晨才加入搜索行動 街道上大部分的氣味可能已經被雨水沖走 警方和鄰居都參與了大規模的全城搜索 整個曼克頓市都張貼了印有 Eyton Pass頭像的尋人啟示 警方還開通了免費熱線給大家提供線索 但是都得不到任何可靠的訊息 Eyton的爸爸Stanley利用自己攝影師的身份 提供了大量為兒子拍攝的照片協助搜索 這些照片被印刷在兒童海報和牛奶盒上 甚至在時代廣場的大屏幕中播放 以提升社會關注 幫助尋找他的兒子Eyton的下落 5月27日 一名證人向警方報稱自己曾經見過一名 符合Eyton外貌描述的男生 和一個掌上可疑的男人在Eyton家附近聊天 這名證人在催眠狀態中回憶起那個可疑男人是白人 年齡大約40歲 面上有雀斑 頭髮染成金色 證人不可以確定見到的男生就是Eyton本人 所以這個線索的可靠程度有限 6月6日 警方在經過13天全力搜索之後 仍然一無所獲 危急狀態在這一天正式終止 經過了幾年之後 案件仍然懸疑未決 1985年 案件有了新線索 一個名為Jose Ramos的男人有重大嫌疑 38歲的Ramos曾經有多次騷擾兒童的犯罪紀錄 在一個地下室 警方找到Ramos和很多男童的合照 在接受盤問的時候 他承認在Eyton失蹤當天 曾經把一個男生帶回家 但是因為男生拒絕了他的要求 而令他放棄 他表示自己90%確定那個 正是隨後他在電視上見到那個男生 還聲稱自己之後都參與了公眾的搜索行動 Ramos沒有明顯說出Eyton Pace這個名字 而且說自己最後送那個男生搭地鐵離開 前往那個男生住在華盛頓高地的親戚家 但是事實上Pace一家並沒有親戚住在那裡 他甚至對其他人聲稱自己知道Eyton校車的行走路線 而且他認識Eyton的保母 雖然Ramos是案件的首要嫌疑人 但是警方在本案之中始終沒有獲得足夠證據起訴他 案件再次陷入膠著狀態 2001年Eyton Pace被正式宣告死亡 搜索他生還下落的工作也都隨即停止 而Eyton的父母在2004年對Ramos發起民事訴訟 法官判定Ramos對Eyton的死有責任 並需要賠償Pace夫婦200萬美元 但是Ramos拒絕承認自己和案件有關 而Pace夫婦也都沒有獲得賠償 Ramos在之前因為另一宗兒童騷擾案 而被判處20年有期徒刑 在每年Eyton的生日和失蹤日 Stanley都會寄一張自己兒子的尋人啟示給Ramos 並且在背後寫上同樣的一句說話 你對我的小朋友做了些什麼? 2012年4月19日 案件再次有新突破 聯邦調查局和紐約市警察局搜查了 Souho區Pace家附近 位於王子街的一個地下室 有證據顯示 在1979年Eyton失蹤後沒多久 這個地下室就被人重新翻修 地下室是一個木匠的工作室和倉庫 這個木匠和其他很多鄰居一樣 在Eyton失蹤之前的一段時間之內 一直和他有接觸 Eyton失蹤前一天曾經在他的店中幫忙 而這個木匠也都給了1美元給他作為回報 可惜在搜查了4天之後 調查人員都沒有發現任何人類遺骸的確鑿證據 但是調查確實重新研點了媒體對這一宗案的報道 幾個星期之後 當局接到一個男人的電話 他聲稱他的姐夫Petro Hernandez 和Eyton Pace的死亡有關 1979年就在Eyton Pace失蹤那個關鍵性的早上 當時18歲的Hernandez 在離Pace家不遠的一間雜貨店裡做店員 當時Eyton曾經向父母表示 他要用木匠給他的1美元買一瓶梳打水 所以Eyton極有可能去過Hernandez打工的雜貨店 Eyton Pace失蹤幾天之後 Hernandez就搬回去他在新澤西的家鄉 沒多久之後 他開始告訴其他人他在紐約殺了一個小朋友 之後他甚至在教會 朋友和未婚妻面前一邊哭 一邊坦白事件 在他被拘捕之後 他向警察講述了他把Eyton引到店鋪的地下室 並且殺死他的經過 但是案件已經經過了33年 唯一的證據就只有Hernandez的公辭 而且他曾經有幻覺和思覺失調等等 多種精神病紀錄 令到審判十分困難 2012年11月14日 紐約一個大陪審團決定對Hernandez正式提起訴訟 但是直到2015年 陪審團始終不可以達成統一的意見 案件審理也陷入僵局 2017年2月14日 曼克頓法庭的陪審團最終一致裁定 Hernandez一級綁架和二級謀殺罪名成立 Hernandez被判處終身監禁 25年之內不得假釋 結束了這一宗38年的失蹤案 Eyton Pace的失蹤事件 帶動了全國牛奶盒失蹤兒童運動 引起了廣泛關注 以牛奶盒尋找失蹤兒童的方法 一直沿用至90年代末期 甚至啟發了之後的安泊警報系統的發明 大大提升了失蹤兒童案件的破案率 雖然大部分被印刷在牛奶盒上的兒童 仍然下落不明 但亦有成功破案的例子 在80年代 7歲的Bonnie Norman和綁架他的繼父 行超級市場的時候 見到牛奶盒上印有自己小時候的照片 因此而揭發了這一宗綁架案件 1983年 當時的美國總統列根甚至將5月25日 即是Eyton Pace被綁架的一日 指定為全國失蹤兒童節 隨後他的案件激發了1984年 國家失蹤與受剝削兒童中心的成立 令到所有家長更關注陌生人危險的問題 大大減低了失蹤兒童事件的發生 從某個層面來說 Eyton Pace 和其他一千上萬被印刷在牛奶盒上的失蹤兒童 並沒有白白犧牲 希望大家可以訂閱我的頻道支持我 以及開啟旁邊的小鐘 這樣就不會錯過我的最新影片 又或者可以為我的影片 click個like 留個言鼓勵一下 都會成為我繼續製作影片的原動力 我是老波士 下次再見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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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